我們在東門市場 我們美麗 年輕 漂亮的 豬肉公主 彩傑 今天呢 今天下午要來親自來 這邊跟大家分享他們家 最頂級的豬肉所包的餛飩 那現場 要來料理 這個餛飩給大家試吃 醬料呢 我們一樣彩傑也是很期待 就是說我們 不要有過多的調味 所以我們盡量在飲食上面 用一些比較天然 而且簡單的調味 就可以很容易的滿足我們的味蕾 所以說今天非常感謝 彩傑來親自來這邊 而且來親自來幫我們包 包餛飩對不對 我今天要包的是餛飩 然後搭配 醬油醋還有這個 辣椒醬 然後又操手 也是在家裡非常容易 料理的一道菜 是 紅油操手我相信有很多好朋友 自己也會做 可是今天呢 特別來 來請他來 最主要是我們推廣 我們台灣MIT一些很好的食材 他也盡量是在用 好的食材 搭配我們又是利好的醬料 可以凍出不一樣的口感跟火花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水煮滾了 就會為各位來料理 也歡迎大家來這邊 跟我們一起分享 跟我們彩傑一起分享 那也歡迎各位能夠在這邊 拿到排隊 大家互相有個空間 來好好的來品嘗這個 他們家這個混沌的美味 好 我們因為混沌要煮的話 需要有點時間 現在要等水滾之後 大概十分鐘 所以大家可以先 在前面先排好 待會兒會比較方便 領混沌來吃 然後 水一邊在煮的時候 我們會 邊 教大家怎麼包混沌 示範一下 既然我們會先來 我們先放幾下 穩定一個 鮮蛋公司放滿個坡 然後我們先放兩次 讓我們散發一些 模特兒 然後跟你去我們掌握 那我也要在一個 好 然後我們再開通 再幫忙 第三次 首先 奶油只有兩次 我們要兩次的現象 對 我們首先放一邊 然後再啟動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今天MIG大叔到世貿易館 然後優勝地這邊 那豬肉公主張彩杰就參與了優勝地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品嘗看看她的 混沌跟這一家賣的辣椒醬 現在準備呢 他們家的混沌真的好吃 用他們家的最好吃的 什麼醬 今天 今天你要先調哪個醬 讓我們吃哪個 我今天是配 手作辣椒醬 它比較適合用水餃 混沌沾醬類的東西 半面咧 半面也可以啊 也可以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 需要點時間 我們現在 我們先讓彩杰等一下 能夠先示範 示範我們先把 要他準備好的一些 那個混沌煮好 煮好以後 再請各位 大哥大姐能夠 配合一下 稍微排個隊 我們照出去來臉 從這邊排過去 可是現在沒關係等一下再排 因為我們準備數量夠 夠 準備數量夠 夠 準備數量夠 夠 那我包起來 我包起來 我放那邊 包起來 對 還是我們出來 包起來那邊 包起來那邊 好 它可以讓他們去分 對 因為其實一個就夠了 對 同包的一個就夠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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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吃到 那應該 好 好 好 我們一般在家裡要自己包餛飩的話 就是去酷肉攤 然後跟老闆說你需要絞肉 然後我們一般水餃的話 絞肉是粗絞 然後餛飩肉的話是細絞 所以記得一定要跟老闆說 你要是包餛飩的絞肉 他會再幫你多攪一次 因為兩種口感不太一樣 然後呢我包的是全肉的餛飩 然後 我的餡料裡面已經是有調味過的 所以就直接包就可以了 然後餛飩皮是這樣方形的 我是小張的餛飩皮 因為我裡面沒有需要包一些蝦子啊 菜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會把肉放在中間 然後呢 那個在下面點一個點 因為上面有麵粉被黏起來 這樣變成一個三角形狀之後呢 這邊再點一個點 然後摺一下 它就會變成一個圓寶的形狀 很適合過年的時候在家裡自己料理 各位剛剛有沒有看清楚 心裡需要再一次 再一次好嗎 再一次 這樣子放在中間 我包的餛飩是圓寶形狀的 比較少見一點 大家可以學一下 摺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呢 左上角這邊再點一個點 然後手指頭 折過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圓寶的形狀 對 就是這樣 有嗎 有看清楚了 有看清楚了 這樣子不會開啊 不會開 一定黏住了 對 因為我有沾水 上面有麵粉 它會黏住 對 然後 那個火 那個火又沒了耶 那是不是跳麵啊 那是不是跳麵啊 嗯 也是可以啊 不然就是要分兩個插座的插座 那是不是比較乖 這個可以做這個可以做 這個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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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呃 可以先下一個 先可以下兩個其實 因為這個過程很大的 然後 我的餛飩 包好了以後 就是 下鍋 通常是 大概 七分鐘左右 其實也是要看水量 然後 呃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 可以分辨 餛飩的餡料 沒有熟的方法 就是 待會大家可以看 這個餛飩的底部 那如果 膨起來的話 表示它裡面有空氣進去了 它就是熟透了 它就會膨起來 所以 所以就是 如果自己在家裡料理的話 比較好分辨的方式 然後 這邊 等一下下鍋 大概七分鐘就可以起鍋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準備 排隊 對 嗯 那就是 這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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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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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一邊包 好 就一邊包喔 翻小沾醬用法 我們今天調的醬料呢 是醬油 然後跟白醋 然後還有搭配優勝地的 手作辣椒醬 手作辣椒醬比較適合在一般 就是一般大家辣椒醬的用法 那如果喜歡吃辣一點的話 可以用另外搭配那個麻辣醬 麻辣桃子 然後水餃啊 餛飩都是一樣 髒髮醬 因為我們這個手作辣椒醬 很好用 而且我們很開心的 這次手作辣椒醬 在今年去年的十二月底 就最近得到了 亞太美食醬 平鑑的三顆星 那是國際第一支辣椒醬 得到了這個無添加協會 舉辦的這個獎 而且我們第一次 台灣的辣椒醬 全球第一個得到這個三星獎 那最天然的 最道地的台灣的產品 我們台灣的七州的小民 小農 我們請台南嘉義一帶的小農 幫我們種植的 我們希望能夠走出 台灣這個 這個市場到國外去 那 那 那 我還有五千 那我可以 剛剛有在七九年就進 有 大概七分鐘 七分鐘就可以了 那 因為彩結呢 實在是 我相信有 在座很多彩結的粉絲 現場 有有 很新郎彩結 覺得他很努力 那麼年輕 為了家族的這個 這個 長的三代的事業 願意投身在他們的家族的這個事業裡面 那 從這一邊 他把他做的 那麼深深有色 好 非常棒 因為我們有好朋友 有很多 有趣的 很有興趣的問題 來提問 就是說 現在這個用法 彩結給我們建議這樣子來調理 好 那事實上 之前我們有聽過彩結在 廣泛使用我們佑生地的醬料 裡面他的經驗值 他有發現了很多有趣 而且非常輕易 就可以 嘗到很好的風味的那個方法 我們請彩結來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像水餃 或是像餛飩這兩種 就是 水煮的料理 他比較適合用手做辣椒醬 可是優勝地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醬料有分 非常不同 就是很多種的用途 比如說 煎的炸的 用的辣椒醬 就跟我們一般水煮的辣椒醬不一樣 所以大家等一下 試吃完之後 可以多問一下旁邊的工作人員 每一個辣椒醬 他的用途在哪裡 因為像我前幾天 我就是吃鍋貼 然後鍋貼通常都是用油煎的嘛 所以他吃起來 吃多的可能會比較有油膩的感覺 然後我原本是用手做辣椒醬 吃起來就是 呃...沒有那麼特別 然後所以我就嘗試用 他的炸物辣椒醬 唐辛子辣椒醬 他吃起來就會解膩 所以呢 會比較爽口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嘗試一下 不同的口味這樣子 應該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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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底部就是已經 膨起來的狀態 標示 他中間已經手透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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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一邊下下一批 好 請各位大哥大姐能不能我們來先進行稍微排隊一下 我們準備分量很夠而且速度很快 往這邊排好嗎謝謝你們 這邊就是排隊的時候稍微會有點混亂 輸機回家也可以請老闆就是先不用散紅膠粉自己回家調味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這樣 這個要再等一下這樣子 那就再等一下 OK 來各位好朋友如果您今天您嘗試我們的辣醬也感受到我們用身體的用心 我們今天也希望能夠大力來回饋各位好朋友 我們的辣醬在這個活動的時間我們採集來這邊跟他分享 這個時間我們每一瓶辣醬回歸100塊的折扣給各位 我們希望的是藉這個機會能夠讓您把這個真的好的台灣的MFT的產品 能夠到一家跟你的喜歡吃辣的家人跟朋友分享 這一點也希望各位能夠把這個好的產品介紹給您的家人 因為現在只有這一個小時 所以現在只有這一個小時 只有這一個小時 對 大家要把握機會 因為現在只有試吃了這一個小時有辣椒醬折100塊的優惠 所以大家等一下吃完如果有興趣的話 要趕快下單 不然等一下 我走了以後就沒有這個折100塊的優惠了 每一瓶都折100塊喔 不是總共100塊 是每一瓶100塊 不限坪數是不是 非常好 大家要把握機會 這可以了 這邊可以了 這邊可以了 那會不會了 嗯 讓他們騎一下 就對了 那會怎樣 沒有什麼會請 大概 所以只要撈上 現場帥哥美女 看過來 看不過來 看不過來喔 百貨商品限時限量大獎拍 限時限量大獎拍 香芬寶濕露 香芬寶濕露 百貨在美品一千二 一千二 下沙不到一盒下 下沙不到一盒下 兩瓶只要一百元 兩瓶只要一百元喔 要強要買要快喔 來 各位這邊的好朋友 麻煩到這邊來排隊 麻煩到這邊來 我們準備很多 準備很多 來 歡迎 謝謝 從這邊來 他們家這個餛飩非常好吃 謝謝喔 其實沒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 抱一下然後我看應該就知道 謝謝 那這樣今天就是比較客難 因為這邊不會有桌子的喔 那這個就是豬肉公主張彩傑做的餛飩喔 其實去年有吃過啦 然後加上這個 他們那一家的那個醬料喔 然後它是這個元寶型的 然後跟去年一樣有這個酸酸的味道 應該就是加醋 應該就是加醋啦 因為我沒有湯匙就已經拿不起來了 因為豬公主他們家是這個賣豬肉的喔 所以這個豬肉就是很新鮮喔 然後是酸酸辣辣的味道 然後分數95分 那他們的餛飩賣的不便宜喔 但是口味也還不錯啦 那這個就是張彩傑的這個 餛飩 這個50元50元喔 大家如果要去傳統市場買餛料的話 肉餡一定要請老闆嚼兩次 是細餛的 因為像我們水餃吃的口感 還吃得到肉的那個口感 它是粗餃 那我們餛飩的話那會是細餛 然後我們只粉餛飩品 限時限量大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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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習慣啊會比較喜歡 所以我沒有加很多的油脂在裡面 然後肉餛食料100元 一條好吃的細餃 然後拌上調味料 我裡面其實也沒有加很多的調味 就是白胡椒鹽巴跟米酒 然後還有一些香油 這樣子 其實這樣調味的脂肪就已經很好吃了 那如果做紅油炒手的話 就是再另外加上 醬油白醋跟辣椒 這樣 然後包法的話 我的餛飩是 包的跟外面的形狀比較不一樣 我是包晶圓寶的形狀 這樣子 比較漂亮 然後其實也可以拿來用炸的 過年的時候如果把它炸成晶圓寶的形狀 擺在餐桌上應該很好看 就是這種晶圓寶的形狀 然後我慢動作 跟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把餡料放在中間 然後呢 在下面 手指頭一定要沾水點一個點 它裡面有面子 然後 那兩天就可以點一下 一向就折成一個三角形之後 再左邊點一個點 然後 手指頭這樣 就這樣 然後 手指頭這樣 放 左右變年輕 原價原來就是一個 晶圓寶的 下沙城 這樣 一品只要50元 50元 然後我們第一次 這可以了這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要試吃現煮的紅油超手的話 請在我的右手邊排隊喔 然後只要在試吃的這一個小時內 如果大家想要買辣椒這樣的話要趕快把握 因為只有這一個小時每一瓶是折100元 所以要把握機會 然後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跟旁邊的工作人員詢問一下 因為這邊辣椒醬有非常多種類 所以大家可以問一下每一種適合的料理跟用途 我的餛飩因為沒有到很大顆 所以大概回去煮的話大概是7分鐘 它煮起來之後就煮了 大家 那個因為每一家的水餃餛飩大小不一樣 所以大家要怎麼分辨那個水餃的煮法 除了就是一般比如說水餃丟下去水滾三次的那個方法之外 其實也可以看那個水餃或是餛飩的底部 如果它的底部浮起來之後 底部膨起來裡面有一點空氣的感覺 就表示餡料熟了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回家在煮水餃餛飩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方法來看別人有沒有收穫 那今天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那張彩傑今天在這邊的活動是最後一天 好 那各位有來就希望你有買到好吃的辣椒醬 好 拜拜